据报道,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当地时间17号宣布,下调第一共和银行的所有长期评级并维持负面展望。第一共和银行的长期发行人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穆迪公司表示,该银行的评级可能会被进一步下调。 另据美国媒体1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该银行正计划通过发行新股从其他银行或私募股权公司募集资金以改善财务状况。据报道,第一共和银行的市值已经从3月初的约220亿美元缩水至40亿美元。 据华尔街日报17号报道,最新研究显示,美国目前有多达186家银行可能存在与硅谷银行类似的风险。 这项由美国多索大学经济学家共同发布的最新研究显示,美联储加息极大地增加了美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 More fundamentally, there is a big question of whether we can continue with this kind of fractioning banking system that we have had since around 100 years. So I think it's a good time to start to think in terms of going back to kind of a narrow banking business. I think we certainly need to analyze carefully what happened that triggered these bank failures. We felt that there was a serious risk of contagion that could have brought down and triggered runs on many banks. 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前主席谢拉·拜尔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称, 美国银行系统目前正处于贝尔斯登时刻,如果政府不继续出手相助, 美国银行统会出现多米诺股排式的崩溃。 据悉,2008年3月,在次贷危机的背景下, 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的流动性出现问题, 但美联储对此低估,认为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 导致局势愈发失控。 到了同年9月,美国政府拒绝出手拯救另一家投资银行雷曼兄弟, 引发市场信心崩溃,进而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海啸。 外界将这两大事件分别称为贝尔斯登时刻和雷曼时刻。 纵观全球,美国银门银行、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先后爆雷, 多国政府表态应对不一。 欧洲方面,欧盟委员会、法国和比利时的财政部门都表示, 这场危机不会给当地银行带来风险。 德国金融监管部门关闭了硅谷银行、德国分行。 以色列专注高科技企业业务的公司表示, 对危机保持高度警觉,正帮助数百家客户转回资金。 英国财政部门则认为,硅谷银行爆雷已经波及到英国, 尤其是给使用硅谷银行、英国分行的科技和生命技术企业带来生存危机。 爱尔兰央行前副行长斯特凡·格拉克认为, 美国银行的风险让其他国家央行面临更难抉择, 即如何在确保金融稳定和容忍通胀之间取得平衡。 而对于美国监管机构为事发银行存款兜底的做法, 不少人士认为这是变相救助, 涉嫌用纳税人的钱鼓励资本的更大冒险, 可能给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带来更大风险。 The only part here that really makes me worried is that we know that every tim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ets involved with the economy, we've seen it in the housing market, we've seen it in bank bailouts. It completely blows any possible perception or risk analysis of what is or is not risky behavior completely out of the water. And what does that mean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re's no risk? It incentivizes banks to not just have terrible management practices like the early bank, but also to go out and pursue more risk. 3月18日,在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上,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轩昌能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短期内能否明显回落 还存在不确定性,继续保持较高利率水平, 也可能对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这些都增大了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两难甚至多难。 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为全球资产的多元化配置提供了新的机遇和选择。 到去年底,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余额为9.6万亿元, 交2017年增长1.2倍。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动能, 逐步恢复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 我们相信中国金融资产的投资属性和避险属性也会更加凸显。